只要把这个定义搞明白方程列表然后把它解开就可以了哈 好 然后第二题我们说是政策变换 我们要求导出这个 在破松过号底下Q和P 互相进行这个破松破松变换 通过这个政策变换以后等于1 那么想想一下破松括号的公式 扩下来QP等于 他手Q 他手小Q他手P 他手小P减去 帕手Q帕手P 帕手P帕手Q 注意这里的小Q和 小Q小P和 大Q大P 分别代表了在不同定义下的广义坐标和对应坐标的广义动量 这个没问题吧 嗯 嗯嗯